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斑点一定看错 就得瞎子摸象 摸到腿就是腿 摸到尾巴就是尾巴 摸到耳朵就是耳朵 你全会误认错 摸到耳朵 以为你摸到一个大普 一个扇子 摸到腿 以为是一个柱子 摸到尾巴 以为是一条水管 全错 好 欧阳修在当时开第一套 提出一同自问 这个意 这就是按照我刚讲的 老古董的用法 包括了一金一专 而且这个地方主要指一专 他怀疑异传根本不是孔子所作 不过是两汉精师的所谓的作品 当然今天我们完全不同意 知道异传一定是战国 中叶到战国末叶这段时候 卢门的人给他写作的 但他是第一个打破 异传为孔子所说 那么毅力三圣的说法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你顶多说毅力二圣 他要这样子直移经典 在古代 这次死罪 叫做 认为圣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孤灭了经书 非圣五经是一定杀头 就等于你今天在伊斯兰教世界 你骂可兰经里头都在胡说八道 绝对立刻打死 所以有的人叫做天生的贱 跟不懂尊重 有的人一动作的喊 打倒孔家殿 打倒孔老二 而后为了要去中国话 而后要把论语给人 把毛石坑里头去 这是在一个自由言论的环境里头 你当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但正相对于 刚刚我所讲的伊斯兰教的眼睛 这就叫做自我不懂得尊重 因为你不尊重古人 就等于不尊重自己 道理是一样的 不懂自作 天生的剑骨头 把你放到那个的所谓的 急保守 急控制 管制之下的情形 你看你敢说 现在让你说 你就开始胡说 自由言论不代表你可以胡说啊 这是完全两码字式 听懂了吗 就得你可以认为我讲课 哪些地方讲的不清楚 或者是说你对我的话的话呢 某一些的话呢 所谓的用词或者穿着你认为不恰当 你当然有权利批评 你可以对学校的政策你也会提出不同意见 但不代表你可以胡说啊 然后说咱们的话的这个朱老师的话外头的话吗 养了情妇三个 或者说那么朱老师的话呢 现在违反动物保育法的话吗 养了一条的话吗 所谓大象 鸡头大象 你可以这样子胡言乱语吗 或者说朱老师总在迟到 你简单的电脑是什么时候我迟到过 哪一次我不是先站在这边等你们的 所以要懂得自由言论自由 与胡说八道是两码字式 今天的人就是脑筋不清醒混得为一谈 满嘴的乱讲 所以我说那群人的话是天生的剑无头 把他他妈放在一个宗教严格管束下的环境 或者某个政治意识形态严格管束的环境底下 看你敢乱讲 现在给你一个好环境 你不懂得尊重 就想自我轻贱 满嘴的乱讲 欧阳修在当时提出质疑义传的孔子对义传的著作者 立刻所以他很谨慎慎用童子问 那什么意思啊 小孩子乱说嘛 他不懂嘛 所以童言无忌 所以他装作很无知的 老师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吗 那好奇怪哦 为什么他写的这么乖乖的 哦 老师再说一遍 然后说 哦 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因为你看那 哦 好乱讲了 那我说 你没有看懂吗 懂了吗 他就甲敬一个无知的小孩 向他的私塾的老夫子请教 而后将他对于异传属于孔子所做这一点 彻底推翻 这是新经学运动开的第一旁 他的贡献伟大无敌 结论我讲过并不正确 那无所谓 我们真正要紧的是要注意 就是观点从谁提出来的 我一再再对中文系记忌本科的学生讲 你们某些东西常常撑影这段文献从哪儿来 出在哪个期刊 出在哪个初览设计码是多少 这种注解其实是最肤浅的注解 真正注解要告诉你 你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谁教你的 谁点心你的 这才真叫做指导教授 就是他告诉你整个大方向是他告诉你的 所以英文的著作这些地方 前头出版书记的时候都有一个手 或者在结尾的地方都有一个acknowledge 就是感谢或承认这一切事实 就是这个东西是在他的指导 提供给我的新点词之下 而后我写作的 欧阳修开了第一炮 开了这第一炮以后 这开始的新的经学运动 好 这是有关欧阳修在当时的一个极大的贡献 虽然最后他的结论认为 这些东西是两汉时候讲经学易经的那一经学的经师们 他们的作品当然并不正确 但是此后周易基本上没有那般的神圣化 到了朱熹 那么他特别写了一本要紧的作品 叫一本意 周易原始的意思 就是把他的那些神秘色彩尽量的去除掉 而后最后就归回他的原始意思 朱熹基本上都认为周易 不过就是一本不适之书 就是算光了 没有什么了不得 不错 你可以在上头加以赋惠 隐身 得出很多道德教训 那是事实 也可以 就等于我很简单 我给你看一幅画 或者看一个雕像 你可以由此雕像 想到希腊的神话 或者古人的想法 这是你的联想 但同样你也可以因此的话 脏心滥肺 想到各种色情的画面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联想 我没有规定你非将怎么联想 OK 这就是朱熹为什么最后会注解周易的时候 要用本意 就是他原始其实只想了这些 不过你可以隐身发挥联想到别的 就像后来的异传 担传 向传 细字等 里面所说的 所以可见 欧阳旧的这种影响很大 好 但是 这一套的说法 在当时 学界并不占主流势力 我必须要说 学界还是容易把周易认为 本身就是具有所谓的 讲天道啊 讲到天人之际的复杂关系的上头 种种的附会 这一套的说法当然是严重重 战国中叶以来 这些撰写异传的人就是如此的认为 而且认为这些说法都来自于孔子 所以二三子问 问的都是请教孔子的啊 那么 异传里头 戏词里头也动则开始说 子曰子曰 虽然有人说这个子不一定都指孔子 但应该没有问题 大概指的都是孔子 好 假借孔子的名义 说了这些的话 那么现在 到了两汉时候 他们还是认为周易这本书 是最神圣的书 我们知道 在当时一共相传有所谓的五经 或六经 在这五经与六经里头 一般我们想讲五经最高的行列就是周易 周易是所有经书的头 按照我们所谓 双人员这本书里头 好像周易 虽然不敢说最晚 非常晚才加入 顶多比春秋早一点 这才加入 如果又按照荀子 我已经讲他对荀子已经了解错误 荀子不是当时没有看到周易 荀子早看到周易了 因为他自己文字里头都引过周易 但是荀子不喜欢周易里头 讲的这些所谓算命鬼神 他因为认为 凡是要靠个人的努力 OK 他要弄清楚一点就是 周易的这个加入 当时很早就已经加入儒家的行列 现在可以证实是毫无问题 在战国中间就已经加入儒家的行列 那么从加入以来 就向来被视为所谓里头讲的 很多都是所谓有关宇宙 或人生当中的道理 或者所谓人生的哲学 或者讲到宇宙的一些原理 这一套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 虽然经过了这个所谓的宋代新经学提出新观点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势力 因为我们讲过周易不论怎么讲 你都新派也好老派也好 共同一个观点 它是一群所谓以符号为行作为的象征系统 是不是一开头讲的符号换一时横两小横 或一个叉叉 一个所谓的圆形来代表的 打圆或打叉是非题 代表的一个象征系统 原的代表对 差代表错 是不是 既是象征系统 它就可以包罗万有 这就是周易里头最狠的地方 好的坏的 新的臭的 伟大的 低微的 全盘包括在里面 所以我讲过 它并 新的那一套 只把它当作算命的这一点 其实 不占主流的地位 传统里面 周易这个系统 经过了两汉 的七扯八拉 两汉时候的周易 根本等于 过分的膨胀 形成了一堆的垃圾 到了王帝的手上 把这些垃圾一扫而光 好 但是这群 自古以来 就会发现一种情况 就是总有人喜欢 散垃圾 或者你说 有人喜欢石荒 专门去捡那些废瓶子 丢掉的所谓便当盒 或者是你不要用的纸箱 废物利用 有人就专门喜欢干这个事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个 所以 两汉的义学最后 到六朝时候的义学 就是王帝虽然兴起 同样我也要讲 不代表就霸占住整个的 魏晋南北朝 各位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某一个新的东西兴起 第一它未必成为主流 第二当它成为主流 不代表其他的东西就开始 所谓的萎缩 或者就彻底灭亡 这完全是两码子事 王帝 一学兴起 是加入了一股所谓的新的潮流 新流 我不敢说叫清流 但至少是新流 但丝毫不代表旧流就没有了 六朝时候继续有人 延续两汉的那一套的讲法 这一套从两汉到六朝的旧学 如果王帝代表的是新的 就是王帝的最周易的注解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注的只有卦词谣词 跟插在卦词谣词底下的 担转向转跟文言 对不对 好 王帝代表注 到了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李鼎座 做了一个周易集结 把两汉到六朝时候 他当时所能见到的 记住啊 能见到的 两汉最盛的四大家 尸臭梦喜梁秋鹤 金房 绝大部分尸臭梦喜 尸臭梁秋鹤的东西 一个字都留不下来 梦喜偶尔留一点点 金房留的较多一些 但他能够收集到的 主要都不是这两个人 最主要的两汉的 都是两汉最末期 作怪的两个人 一个叫寻爽 寻子的寻 爽 凉爽的爽 一个叫鱼帆 鱼 唐摇鱼顺的鱼 帆 帆跟斗的帆 这是东汉最末期的东西 所以我才说 整个两汉根本是狗 是不通的 泡沫精血 理都不要理它 清头脑子 从头到尾就不清洗 还要恢复两汉的那一套 好 他在当时就等于是 把他能够见到的最早的 这些所谓的 东汉最晚期的寻爽鱼帆 鱼帆都到了三国年间了 这作品 一直到六朝时候 按照老传统讲周易的方式的那种想法 做了一个集合性的解释 解说 就是把这些搜集各家 然后挑一些他认为最适合的 最恰当的解释 所以叫集结 跟何彦做论语的集结 范宁做古梁传的集结 是一套的方式 就是不是他个人的见解 而是搜集了各家的见解 他从当中做一般取舍 好 李景作中留下来 因此我们今天要看到两汉的义学 或者六朝那一朝老式的义学 看哪本书 看这本书 当然我也必须先跟我讲 看了以后 十个有八个你看不懂的 第九个是蒙叉叉 第十个是看了昏倒 基本上就是如此 现实就是如此 因为他简直说的光怪陆离 跟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经过他的专门式的所谓的训练 了解的他那一套的奇特的推论方式 你才知道他究竟他为什么出此的注解 而李景作为什么认同而挑选了他 好 这是在这边讲的 这一套的义学 好 我们讲过 有所谓旧有的传统 那么的两宋时候又开了新的 好 开了新的 除了这欧阳修开了这一套以外 最后形成了一个所谓周易 其实基本讲起来 不过是一个普世之书 但是这个不是知书 因为它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系统 既是象征 那当然就是无不可象征 叫包罗万有 另外 他两汉的 在思想界又开了一条新的路 那一条新的路 那就是 他将周易这个东西 捧到更高的境界 当然原来已经捧 那么他 就会得出一个 所谓 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 已经讲到的东西 上次用到的 周易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只是告诉你 它是怎么样子的慢慢的形成的 就是第一挂 就是第一挂它有阴与阳两种选择 第二阳的时候它有阴与两种 所以最后堆上了六层以后 所以就一共只可能形成六十四挂 好 现在看到左边的这个地方 现在看到左边的这个地方 给你讲了 和图落书 OK 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麻烦看底下的小字 这是诸书 诸书 义本义 里面 前头附的图 这个图 它根据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义传里面的义细词 看底下小字 义细词 转曰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而后底下又还引了 所谓天一第二 天三第四 天五第六 天七第八 天九第十 天数五第数 就是天的数目 基数一共有五个 一三五七九 偶数一共有五个 第五第为代表 天为阳 第为阴 就是二四六八十 这样子 所以天数五第数五 相得而成 一共就是 最后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就是你把一三五七九加起来 那是多少 很简单 二十五 把二四六八十加起来是多少 很简单 三十 这就天数二十五 地数三十 没有什么星系五万 最简单的算数 只是的话呢 你没搞懂以前好像觉得奇怪 现在真正要紧的是在第一句话 河 黄河 凡是讲河 在西汉五地之前 所有的河都代表的是专有名词 黄河 是不是讲过了 如淮水 四水 济水 汉水 我们不会说 我家门前有小汉水 或有小汉 台北有大汉水 台北有大汉水 不会如此说 因为这是专有名词 但江跟河到后来就改为普通名词了 很莫名其妙 所以说可以说我家门前有小河 那这一省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朱江 北方有黑龙江 古人没有的 江就是江 长江专有名词 好 现在就要跟各位讲了 在这上面 那就是 河出土 黄河里头冒出了土 黄河一条最主要在中原的支流就是落水 落水就冒出了一个人所谓的书 河出土 落出书 古人还将他神话 说 龙马户屠 神规出书 就是土跟书怎么由谁来显现的 是从黄河里头冒出一批 像龙一般的马 龙的头一样的马 其实龙马真正意思的不是真的是像龙了 古人没有讲 就是那个马非常身躯大 古人认为龙马的身躯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叫做龙 听懂了没有 所以到现在 广东话里头还有叫龙马精神 不是像龙像马 而是极高大的马 好 龙马背上 你看他的花纹 有一个图 乌龟 出水来了 你检查乌龟的龟壳 发现上头好像有一些的话的图画 这个书不是文字啊 图画 或一些符号 圣人则之 圣人从当中取法而后领悟出来 就形成了六十四卦 好 这句话是最要紧的在哪里 他把原来的这种所谓在周一 这当是异传里头细词讲的嘛 中国传统的在异传里头 他有 我讲过他是混合体 他不是 化合体 就是他 他不是一个有机化合体 他是个乱七八糟的 彼此互相矛盾的说法都有 在周一的最主流的传统的说法 是人努力去了解天 是不是啊 养观察星象怎么运作 辅观察大地的话 地形如何起伏 山川如何遍布 哪里会有沙漠 哪里会有草原 观察自己身体 而后观察万物 而后从当中 忠意出来 得出一个结论来 那个东西就是宇宙的规律 这一段说的完全不是 刚刚讲了 是人主动观察天 地万物 天当然是包括整个宇宙 这个 天 启示人 天启 revelation 天启在中国不是没有传统 有 但 势力非常微弱 非常微弱 这个就是天启 上天派了两个神物 一个大 一个大乌龟 而后将上天对人间的指示 用一些神秘的图案 与符号 暗示你 而后 以从当中了解 来效法 得知 这就把这个东西的地位提到极高 就是上天对人间的指示 因为它出自于河 所以叫河图 它出自于书 书 出自于落水 所以叫洛书 河图落书长什么样子 就这个样子 黑点子代表阴 你看洛书 左边的一角 四个点子 对面的一角 看到没有 六个点子 右边上头两个点子 对角线的底下 八个点子 没有事 好 白的就代表阳 所以你看中间是五 五的底下 一 一 好 是单纯的 好 五的左边 三 奇数 五的右边 这是七 五的上面 这是九 所以看落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情形 所有的对角线 将加起来 一律都是十五 你看四个点子 加上了五 是不是九 再加上对面的六 那是不是所谓的十五 好 正面 横的九个点子 加底下的一 十个中间的五 是不是十五 好 再看最右边的上面的二 加底下的所谓的八 是不是十 再加当中的五 又是十五 对不对 横的一面 这边的三 加对面的七 这是十 中间的五 也是十五 有人认为 这里头又代表着什么新奇古怪的 我 我 我没有 我很笨 我必须跟你说 我 我看来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 有什么重大启示 对不起 我笨 你打我 你不要说启发我 你拿棒子敲烂我的头 我也想不出来 好